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什么 你把刀放下 公主呀 你干什么 我说错了吗 公主如此疯狂 还不是因为我说中了你的心事 住口 草兰 草兰 殷人 我的父母可以指责我 赵国的百姓可以指责我 甚至他 他也可以指责我 可你凭什么呀 如果没有我的帮助 你还能站在这儿吗 如果没有我的任性 你还能活下去吗 这天下所有的人都可以指责我 只有你不可以 一人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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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今日是我的大婚之日 请你离开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这样对我 因为 我从未忠情于你 永远都不会 你不可以 我 我的心 空荡荡的 如果再没有了爱 便只剩下满墙的恨 秦老四 我恨你 终有一日 我会让你感受我今日的心头之痛 百辈 千辈 公主 您去哪儿了 下雪找您好久 公主 您怎么了 雅儿 怎么了 没有你管 雅儿 就算你不说 兄长也都知道了 是那个秦王孙不识抬举 他根本不值得你这样 想哭就哭吧 彻底地哭出来 哭完了 就把这人给忘了 是我的心 真的好痛啊 雅儿 从小到大 你是多么的骄傲 可自从遇到了他你看看你都变成什么样了 你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开心 可你得到了什么 他让你成了整个赵国的笑话 这是彻头彻尾的耻辱 你要是感心 我这个做兄长的我还不甘心呢 不行 我要杀了他们 我要杀了他们 杀了谁 你 秦王孙 还有那个女人 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所有 所有看着我失态的人 都得死 都得死 他们都得死 他们都得死了 雅儿 记着你今天说过的话 千万不要动摇了 不过 我们要从长计议 秦王孙 上回我们的棋还没有下完呢 我们接着下 好不好 好啊 这一回 我可不会再让你了 这一次 下 这儿 不 我重新来 下这儿 这儿 这儿 是 时候不早了 该休息了吧 可是 棋还没有下完呢 秦王孙 再给我一子 我一定能赢 我就算再让你三子 你也赢不了我 公孙 关门干嘛 公孙 你干什么 王孙 大婚之夜 起码 可以明天再下 公孙 您今儿啊 哪儿都别想去 早休息 走了 公孙 快 把门打开 快 把门打开 回来 公孙前 哈岚 我 那门 今晚 走 秦王孙 我睡地上就好了 你的病还没有痊愈 这不合一 男人怎么能让女人睡地上 自己睡她呢 男女有什么不同啊 你这么说 就是瞧不起我 我可以 浩兰 你可以样样与男人一般无二 却不该过分逞强 否认彼此的差异 我能晚宫 你不能 所以 我睡地上 你睡她 听话 你睡她 快去睡吧 可她 真的 你看她 你睡不着 你睡不着 我睡不着 你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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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不着 你睡不着 主任 您去哪儿 我要即刻赶回照顾 眼看成功在即 这时候您会照顾干什么去啊 不知为何 我的心里莫名恐慌 让开 主任 您费尽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为王孙谋的好出路 多年的报复就要实现了 怎么能轻易放弃啊 有晓月在 昊兰姑娘不会有事的 您安心把事办好 咱们才能早日回去啊 主任 您如此担心赵国 要不然 我去送个信吧 不 不能去 为什么 王孙尚在赵国一日 这桩事就不算成功 若是公子娇知道我爱活着 他会坏了大事 可您不是担心吗 大爷要紧 好嘞 我很快就会回去 你等着我 一定要等着我 附近 不论我军如何挑衅 连坡始终拒守百里式长城 拒绝出兵交战 拒守不战 他连坡这是准备要和我军长期相持了 我军远征千里 只能速战速决 继续拖下去 只怕会是粮草不济 人心涣散 谁说不是呢 巨手不战 是他连坡的意思呢 还是赵王的意思呢 父亲妙计 儿臣即刻去办 王上发去前线的第五道诏书 又被连将军给驳回了 这仗啊打得是人心惶惶 听说那前线的运粮官 都让士兵给打了 只说他们往粮食里掺沙子 其实啊 何止是军队无量 就连邯郸城外的百姓 都快被饿死了 可不是嘛 连坡数字抗诏 分明就是胆怯未战 想当年秦军围困烟雨 无一人敢救 独马夫君率军极进 大败亲军 那是何等功业 若是马夫君还在 赵国怎会沦落至此 混账 王上饶命 王上饶命 王上饶命啊 谁准你们妄议朝政 来人 拉出去 王 王上 王上饶命啊 我等指示 听了几句闲话 绝不敢妄议朝政啊 请王上饶命啊 外面还说什么了 这 说话 听来自秦国的商人们说 他们不惧连坡 就怕马夫君的儿子 赵阔 听闻此人 闻桃武略 英勇出众 若论兵法 远胜其父 只可惜 得不到重用 装置难仇啊 赵阔 赵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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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竟然没有想起她了 赵阔 你在干什么 秦王孙 我想制酱 给我制酱啊 宫里发给宝和宫的食物佐料 是最少的 酱 醋 鱼 都没有 我娘在我小的时候教过我怎么制 可是我早就忘了 方子在架上第五层 你去寻吧 好 好 你这死 你还不得了 你这死 听闻了 仔你这死 你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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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生你死 要密封三个月 以后不必麻烦了 我吃什么都可以 我帮你 我帮你洗洗 炭 可我 前王孙 我竟然没想到你会制将 我会制仪 也会酿酒 你想学吗 我真没想到 你手握诗文 指点江山 竟然会做这些 只有女人才会做的事 我以为你追求平等 没想到你也歧视男人啊 我独立生活这么久 学来自娱自乐 不行啊 求孙 求孙 是我失礼了 我不是有意向患你的 别动 秦王孙 秦王孙 你若一直改不过口来 要是让别人听见了 怎么办 改口 那要不然 有人在的时候 我叫你君子 不好 不好 良人 我不习惯 你换我一声一人 也不会有人打你的 来 叫一声听听 一 一人 对 以后啊 要多加练习 千万不能在万人面前露馅 你让我看一眼 王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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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王撤下连坡 换上了赵阔 赵阔 王孙 就是那个 兵法出众 武技惊人的英雄少年吗 嗯 我只听说 他是马夫君的儿子 自小熟读兵书 每次辩论的时候 连英勇无敌的马夫君 也百口莫辩 换上这样的武将 王上决定进攻了 是不是 可不是 王上名照扩领兵二十万 与原县的二十五万精兵会合 这是要集中兵力 与秦人大干一场了 你不是要 宣致将之法吗 我去寻来给你 涉好 蝋猛孙 地上粮 你快起来 起来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他要来了 谁 谁来了 我累了 先睡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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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跑 快 快 快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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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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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四十五万大军被困长平之中 等待援军到达 你刚才说什么 把话说清楚了 五万军白起扬拜后撤 赵将军一时不察 中了陷阱 白起又以金兵武剑 迫使我军首尾分离 两道被断 白起 又是这个白起 秦军的主将 不该是王河吗 秦王下了引令 但凡军中有感谢五万军降场 斩 直至我们到达长平被困 才知道真正的对手是谁啊 秦人狡诈 赵阔小儿 鲁莽行尸之上谈兵 你把寡人给害了你 害了我赵国 敢杀 父王 现在不是恼怒的时候 我军粮草被断 应该立即派人救援 父王 事已至此 懊悔无忧 请您立刻下令 让儿臣前往长平 带去援兵和粮草 倾全国之力 与其人决意死战 皇上 臣愿意跟公子交一起去前线 就是战死沙场 也要守好国门 援军粮草 都让赵阔带走了呀 整整二十万大军 我邯郸城一大半的粮食 都送到前线去了呀 如今再来逃 让寡人到哪儿去找 守卫邯郸的士兵 赵国上下的百姓 就是守卫王公的侍卫 也都可以上战场 只要一个人在 也不能让四十五万大军 困守长平啊 父王 兄长 你带走了守卫邯郸的士兵 谁来守卫邯郸 谁来守卫父王 人眉之急 危在旦夕 你还在战前顾后 兄长 你要眼睁睁看着 四十五万大军葬身长平吗 寡人头疼 寡人头疼 父王 父王 王上 王上 父王 父王 王上 王上 军医师 快 秦王孙 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猜到 五万军百起悄悄来到军中 我为之多年 忘了百起是谁 你忘了 好 我告诉你 三十三年前 他与寒卫的一缺之战 斩首二十四万 十九年前 攻陷楚国的都城尹 淹死军民三十余万 十四年前 与华阳之战大战赵魏联军 斩首十三万 匿蔽赵足两万 四年前 攻寒之行程 斩首五万 他因杀人如麻 被称为人土 这样一个有名的大人物 秦王孙竟会不知 秦王孙你站住 既然你早已猜到 百起隐秘之军中 你又为何不说 我是秦国人 那你可知 那人图又会如何对待 四十五万赵国将士 一直以来 我以为你风洞翩翩 温文尔雅 是个真正的君子 可我怎么忘了 你来自埋夷之地 虎狼之国 与那些杀人如麻的秦人 别无二致 我以为你风洞翩翩 温文尔雅 是个真正的君子 可我怎么忘了 你来自埋夷之地 虎狼之国 与那些杀人如麻的秦人 别无二致 你明明知道他在病中未孕 怎能将他丢在地上不管 对不起 是我的疏忽 当然是你的疏忽 浩兰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是王孙帮助了你 你就这样报答他吗 还有没有点良心 我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算得上有良心 小川 他什么都知道 却一直保持沉默 如今赵军被困长平 王公 不 整个海南城的母亲 妻子 孩子 都在担心自己的至亲骨肉 是 他是秦国人 可我也是个赵国人啊 原来如此 好 那我去毒死他 小川 小川 你不理人 又不让我去杀他 到底想干什么 小川 对不起 是我没有顾及他的病情 是我一时生气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保障 浩兰 有一件事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秦王酸 喝药了 抱歉 你为何不将实情告诉我 若非是为了我 你也不会缠绵病态 更不会 林医师 告诉你了 我明明和他说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切怒于你 明知你是无辜的 明知你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你我立场不同 而我却一直在强求 是我错了 浩兰 关于这件事情 我有内疚 有不安 但是如果再来一次 我依旧会做这样的选择 你要记住 兵不厌诈 这是战争 秦王孙 我一人 把药喝了 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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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药兰 什么都要 你等着 明日起了新酒 先送将军一谈 又还是按时服的 知道了 子夕啊 前方形势一片大好 你还急着禁剑干什么呀 父亲 子夕无才无德 请您将我送去赵国 换回义人吧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 义人又不是你送到赵国为治的 他在赵国为治 与你何干呢 义人聪明睿智 行尸大度 比我强多了 他若回来 定能辅佐父亲 建功立业 如今两国交战 义人处境凶险 您就将我送去 换回义人吧 傻孩子 义人固然可惜 难道你就不是我儿子啊 我还告诉你 现在父亲是一刻也离不开你 以后不许说这种傻话了 快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 父亲 我也 一刻都不想离开父亲 只是 只是什么 说 听说华阳夫人要将我送入赵国 换回义人 儿子不想让父亲为难 所以 胡闹 那华阳怎么和这种事情搞在一起了呢 父亲 您有所不知 竟是赵国使臣 频频驻华阳宫进见 怕是大胆 小小一个赵国使臣 竟然跟挑唆我夫人 还要再折腾我一个儿子 真是犯了天了 你给我起来 仔细 父亲给你做主 秦国内务大事 岂能由一个妇人决断呢 这事儿 父亲给你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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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夫人 太子 我问你 赵国使臣可曾来过华阳宫 来过 赵国使臣来咱们华阳宫干什么 他来替王孙义人给我送礼物啊 果然如此 夫人哪 你糊涂 你怎么能够被赵人所蛊惑 太子 一定是仔细向您说的 我被吕不韦收买了 要替义人说相吧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果不其然 我的命运 怎么这么凄惨啊 别别别 哎呀夫人 我都还没怎么样呢 你怎么哭起来了 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 你还活着呢 你那好儿子就百般欺凌挑拨离剑 你竟然还信他 如若有一天你不在了 那我还不知道会落到何等凄惨的境地呢 别说这事儿了 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天塌下来 我护着你 你护着 你那好儿子刚跟你说了三言两语 你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你护我 你护我 你哪儿护着我呀 下去 诺 我错了 夫人 夫人 为父错了 为父给你赔不是 啊 哎呀夫人 你让为父要如何你才能原谅我吗 我要你同意我收义人为儿子 你将立他为四子 这这这这事儿太大了 夫人 为父必须和父王商量商量 什么意思啊 你不答应 此事关系到我大秦之命脉 绝不可以轻易答应 好啊 你现在不答应 等到有一天 你撒手人寰离开了我 不在这世上 就留下我自己在这儿任人欺凌 那我还不如 现在就一头撞在那柱子上 从今以后 留你自己风流快回去好了 呀呀呀呀呀呀 夫人 你淘氣 不許說生呀死呀 夫人 這王宗裡首屬你最任心 我什麼時候說過不答應了 我就說不能輕易答應 反正我有二十多個兒子 你喜歡哪個就立哪個 隨便立哪個就好了 你那二十多個兒子 我不知道什麼貨色 只有一人 孝顺聪明 谦逊有礼 就立他 就立他 空口无凭 那你让为夫 拿出什么当凭据呢 要这个 就要你亲手刻下的这块玉符为证 小姐 都打听好了 人就在上面 去吧去吧 不知二位还有何吩咐 小姐 小姐 您不能乱找 小姐 你看 我倒是谁在外面喧哗 原来 是武安居府上那样 对啊 就是我 夫人请受罪 小人实在拦不住她 您别生气 只是个不知轻重的小女孩 看在你的份上 我便不与她计较 干吗呢 掌柜 还不赶紧端菜过来 来 远到是客 哪有客人给主人针灸的道理 来 这杯我敬你 恭喜吕大人 成功地说服了华阳 得偿所愿 您太客气了 若是没有夫人帮助 吕不韦 只能失意而归了 应该我敬您才是 我所求之是 你先把银此杯 我再告诉你 不要脸哪 真是不要脸 说谁呢 爱慕英俊少年郎 还想拿酒灌醉人家 不知廉耻的某人呗 年少无知 口无遮拦 夫人不必与她争执 未免施的身份 如果有人嫌自己的舌头太长 我替她截去一半也可以 来 尝尝这个挂炉羊肉 用一蘸汁酥脆可口 可惜呀 今天的鸿闷野鸦 实在是太油了 哪天 你到我府上来 我亲自为你下厨 也尝尝我的手艺 夫人会烹饪 顶中之便 精妙微鲜 口服能言 痴不能欲 哪天你来了 尝尝不就知道了 我可真是服了呀 吕大人 这送到嘴边上的美人肉 又香又白 你可得多吃两口啊 只不过就是 肥了点 腻了点 老了点 小心消化不良 白灵儿 你太过放肆 谁都知道 这宣侯父美艳惊人 群下之臣无数啊 从来都只有男人 讨好你的份 你又何尝有过好脸色 这 无缘无故如此殷勤的 岂不是 动了春心 每次都行 吃饭 也要吃饭 也要吃饭 贴